好,各位朋友,今天我们聊一下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加尔瓦略山。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犹太公义会的控告,以及罗马总督比拉多切诺的审判之后,耶稣最终被判处了死刑。 他要跟其他的死刑犯一起接受当时罗马帝国给予非罗马公民死刑犯的最严重惩罚,就是被钉十字架。 那耶稣背钉十字架的地方在哪里呢? 福音书有清楚的记载,路加比较简单,马尔谷、马斗跟若旺比较详细。 我们读一下若旺的版本,这三个版本是大同小异的,若旺福音十九章十六节。 他们就把耶稣带去了,耶稣自己背着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名叫独楼的地方,西伯来话叫戈尔戈达。 他们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若旺福音、马斗马尔谷都一样,清楚地记载了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西伯来话叫戈尔戈达,意思是独楼地。 其实准确地来说,不是西伯来话,而是阿拉美语,就是耶稣的母语。 不过西伯来话跟阿拉美语是非常接近的。 好,那这个发音,西伯来话的发音,阿拉美语的发音叫戈尔戈达,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独楼地,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成骷髅头的意思,就是一个人的骷髅,一个人的头颅,或者一个人的头骨。 它的意思就是说,那是一个远看上去,是一个大的一个土堆,或者小的山丘。 那远远地看上去,好像是一个人的骷髅,所以叫做独楼地。 那这个名字带有一种死亡,不吉利,一种黑暗,一种绝望,一种令人感到窒息的一种感觉,一种氛围。 那为什么我们天主教的教友,也常常叫这个地方的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做迦尔瓦略山呢? 我们常常说,耶稣背顶十字架,耶稣走向了加尔瓦略山。 这个名字好像对我们来说,比戈尔戈达叫的可能更广泛,更熟悉,更普通一题。 那是因为福音的原文是用希腊文写成的。 那罗马帝国当时的官方语言是拉丁文,所以教会把希腊文的原文的福音翻译成当时帝国内的国民通用的语言, 官方语言拉丁文的时候,翻译的这个拉丁文的版本,就把独楼地翻译成加尔瓦略。 所以,我们就习惯上叫做加尔瓦略山。 那这是拉丁文的发音,刚才那个哥尔哥达是阿拉美语的发音。 好了,无论是阿拉美语的哥尔哥达,或者是拉丁文的加尔瓦略山,这两个意思是完全一样的。 意思都是独楼地,或者骷髅山的意思。 只不过后来,我们也知道拉丁通行本影响了教会一千多年。 那这个教法就流传开了,就更为普遍。 其实我们的中文诗语,你看,写得很清楚啊,叫哥尔哥达,还是用了原来的耶稣母语的发音。 但是因为加尔瓦略山已经叫得很普遍了,所以我们就通常就叫做加尔瓦略山。 OK,无论是哪一种教法,两个都是完全一样的。 都是耶稣被病十字架的,那个初看起来,处罚死刑犯的地方,就是独楼地,死亡之地。 可是当我们每一次听到,说到,独到加尔瓦略山的时候,对于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来说,这个意思已经改变了。 当时不激烈的地方,变成了救恩之地。 耶稣被列于罪犯之列,如此我们才被列于义人的行列。 耶稣被归于死亡之地,如此我们才能够有新的生命。 耶稣被诅咒,被舍弃,如此我们才能被拥抱,被寻找。 这是救恩,这是天主的转化,就是在加尔瓦略山上,在十字架上, 天主把人世间的最黑暗,最暴力,最无情,最背叛,最不正义的行为,转化成了救恩的全员。 那是怎么被转化的? 就是耶稣甘心背十字架,甘心接受人对他的舍弃,甘心为了完成天父的计划。 就是因为耶稣的甘心情愿,所以这样诅咒的地方为我们变成了祝福的地方, 这死亡的地方为我们变成了涌流生命之泉的地方。 因此今天我们再次听到读到加尔瓦略山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了原初的死亡的气息, 反而我们都是满满地感念耶稣救世主的恩德。 尤其为我们天主教的教育,我们每次参与弥撒的时候, 你也可以提醒自己,其实就是再一次走向加尔瓦略山, 再一次去那里,不是受死亡, 而是去那里再一次领受耶稣一次而永远, 就是一次死亡,永远复活,留给我们的救恩。 这种救恩在感恩圣迹内被转化了, 被转化成耶稣所说的你们拿去吃,你们拿去喝。 以饼喝酒的方式,我们现在领受两千年前耶稣一次而永远为我们死亡的那份恩宠, 那份救恩,那份救恩永远永远每一次在弥撒感恩圣迹当中, 活生生地领陷在现在的我们身上, 这是我们所有的福乐,特别是我们天主人的教友, 我们教会的最美好的传统, 让我们每一次记得加尔瓦略不是一个过去世, 独楼地也不是一个已经湮灭的地方, 而是其实活活地就在我们面前, 就在我们的感恩圣迹当中,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信德,望德和爱德来触摸, 来领受耶稣的救恩。 有人会问,加尔瓦略山这个地方现在还有没有? 如果你跟福音里边的加尔瓦略山比的话, 哥尔哥达比的话,那个已经没有了, 但是天地怎么变化,原来的地方肯定是不变的, 只是它外观变了,随着历史的变迁, 罗马帝国的迫害,基督徒新建教堂, 后来又被异教徒破坏, 后来十四军东征又建立了教堂, 然后一直到现在, 基本上如果你现在去耶路撒冷的话, 原初所说的戈尔戈达或加尔瓦略山, 就是在现在耶路撒冷圣城的圣木大殿里边, 圣木大殿是耶路撒冷城, 为基督徒来说是中心的中心, 你进去之后呢, 那个大殿, 其实我本人并不喜欢那个大殿, 是被至少超过七八个所谓的基督教, 包括天主教, 不同的宗派, 每个宗派要占据一块, 不可逾越自己的那个范围半步, 这实在是其实并不符合耶稣的原意, 耶稣让我们合而为一, 但是到现在我们还在分裂, 甚至在耶稣被定十架死亡复活的地方, 在他的圣城, 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合一, 如果你现在应该是你进了圣木大殿之后, 应该是右手, 马上一进门口就往右拐上到, 上去一个楼梯, 上去就是应该是苦路的第十处, 十一处, 十二处, 对, 这三处应该是两个, 天主教占一块, 东正教占一块, 好像其中的十二处, 十二处是被东正教占着的, 那个就是所谓的耶稣被定十架的地方, 我当然不能完全百分百肯定, 就是原来的福音所记载的各个的, 就连那个方位就完全都没有变, 这个我不肯定, 我不能说是或者完全是或者完全不是, 不过既然在历史的见证里边, 它已经被保留下来, 应该是有极高的价值, 只是那个地方呢, 从外观上给我自己的感觉, 好像是不是很好, 因为大家各站一块, 不过这个也能理解, 因为每个教派知道, 如果自己站在那一块, 拱手让给别的教派的话, 那自己教派的教友, 去耶路撒冷去朝圣, 特别要举行宗教礼仪的话, 基本上就没有可能了, 这是一个实际上操作的一个需要, 但是无论怎么样, 这仍然不是耶稣福音的精神, 仍然不是耶稣最后晚餐里边所说的父啊, 愿他们合而为一的理想, 这说明基督徒见证耶稣, 远远远远远还没有到耶稣渴望的程度, 这说明天国还没有完全完全的临线, 这说明我们还要走的合一的路还十分的漫长, 这是加尔网列山, 所以现在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母大殿的其中的一块, 我们隔开这些历史的争吵, 隔开这些所谓的你占一块我占一块的这种, 把圣母大殿, 把耶稣被定释迦的地方分割成很多小块, 我们隔开这些这种不合的这种因素, 我们从信仰的层面, 从我们信的层面, 我想我们不是每个人每一年, 或是你想去就可以去耶路撒冷的, 不是那么容易的, 但是被天主教的教育, 我们每一次参与弥撒的时候, 其实可以从信的层面, 真实的到加尔网列山, 真实的到戈尔戈达, 真实的再一次与死亡埋葬和复活的耶稣基督, 在感恩圣祭弥撒当中相遇, 好,谢谢大家。 感恩圣祭弥撒